乞乖宝宝学画画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画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首先呢我们在指中间的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女孩的头部 所以我们呢就先画一些局部的地方 眼睛 两个圆 画出来我们想要的样子 画她的微笑的嘴巴 小腮红 现在我们就能看出来她非常的可爱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先画一个她在下面摇摆的小手 小手胖嘟嘟的 我们画手掌的时候呢是画左边的手掌呢 就要把大拇指朝右 如果我们画右边的手掌呢 嗨 嗨 我们就需要把大拇指往左 然后 画几个伸出来的手指 长条形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大拇指横着画 其他的几个指头 竖着朝上就可以了 我们把脸部画出来吧 我们把脸部画出来吧 可以了 再画头发咯 给她刘海 顺着向下 哎 给她脸部连起来了 顺着向下 嗯 你在这个女孩的头上呢 还想画一个大大的灰灰结 我们先画一个 嗯 圆圆的方形吧 嗯 再来画一个 胖胖的 帅形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三角形 把它扩展成圆边圆圆的样子 对吧 对吧 右边头发 下来 右边头发 护下来 就画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你还可以给它旁边画一些小花朵 哦 半 两半 三半 四半 五半 小花朵 嗯 嗯 再画一个小花朵吧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诶 这边 再来一个 一 二 三 四 五 诶 诶 画一个眉毛 我觉得画眉毛会让它精神一些看起来 那我们现在开始涂色咯 啊 现在我们开始给它涂肉色 顺着一笔一笔的去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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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个波浪线 波浪线 OK 波浪线里面不要涂 我们试试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波浪线的里面不要涂 我们看看涂出来以后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人那个头发刚刚洗过以后 它这个地方用光一照的时候 就一条 高光 在这个高光的地方 你也可以再涂一层浅色 我们来涂它的蝴蝶结哦 蝴蝶结我想画一个波点的 蝴蝶结怎么画波点呢 首先我们用细头的那边画一些圆出来 它可能是显示一半的圆 或者是一整个圆 然后再把这个圆的 外面部分涂上红色 然后我把这些小花涂成粉色的 粉色的小花 眼睛里涂上蓝色 眼睛里涂上蓝色 我在头发 靠近脸部的位置 用一个深一点的肉色 给它画一点阴影 给它加一点腮红哦 哇小女孩是不是超级可爱啊 我想让它跟宇宙不同一点 在它的蝴蝶结上涂上浇水 浇水涂好了 我现在要给它上红色的亮粉 我现在要给它上红色的亮粉 让我们一起来吹给它吧 好啦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就画好了 我们来学习女孩的英文怎么写 G I R L Girl 女孩 好啦今天画画结束咯 我们来看看这个亮闪闪的蝴蝶结吧 嗯 有没有闪闪的呢 希望你会喜欢哦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哦